至于太子殿下 臣女就不多留了 毕竟臣女的府上 能招待太子殿下的 就只有烤饼 你不是花家的侍女吗 那你问衣馆做什么呀 这个嘛 我们家花县主 不让对外说 这个 让我怎么说呢 我是跟你不往外说的 你跟我说说呗 姐姐 你是不知道 我家县主啊 被吓晕了 今天他在朱雀街上 碰到了纵马的鹰王殿下 然后 殿下 是花县主啊 这么巧 那花县主怎么晕倒了呢 本王的马 从来没有惊扰过任何人 殿下 县主他 晕了呀 这花县主身体也太弱了 就该好好在家养着 不要出门 那还穿得如此单薄 这般娇弱 那如何嫁给本王 这晋国最优秀的王子 你不要担心啊 虽然你配本王差了些 但若是父皇执意如此 本王也不会嫌弃 小姐 殿王殿下 您是觉得 是臣女 经了您的马吗 无妨 那臣女真是万分抱歉 好了好了好了 本王不介意啊 花县主 你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情 本王就先走一步了 告辞 我真的要弃晕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倒是听说了 但是有人说 不让我们传扬 对 这个英王殿下 每日打马经过 这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 这人 他还撞晕了 花县主啊 是下晕 下晕 都差不住 那你就是给花县主抓药去吧 那医馆在那边 你快点去 别耽搁了花县主的安全 好 但是 你们千万不要忘乱说 那是自然 这英王殿下骑着马 把花将军的女儿 给撞晕了 多吓人哪 差点撞死 吓死人了 我都有点睡 太厉害了 我早知道了 你们知道这事吗 什么事 兵王殿下不满意 皇帝把这花县主赐婚给他这事 他今天早上骑马的时候 故意就把他给撞了 就他那小体格 潺潺若若的 当时啪一下子 撞出去巴掌远 好凶 这么大 这不是天忧家族 当时还在这天忧 这是果上焦影窝 当时还在这天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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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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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主 太子殿下怎么来了 恕臣女 身体娇弱不能相应 姑知道你身体娇弱 这不 特意请姑的御医来给你看看 不想你被大皇兄的马惊着了 来 去看看 太子殿下 奴婢已经为我家小姐拿了药了 只是静养 就不必劳烦御医大人了 不可 姑方才听县主的声音都变了 必须确保无安 御医 太子殿下 原委 不得对太子殿下无礼 让一一来看吧 请让下官为您把把脉 您将手伸出便可 来 来 控制精脉 强行避住气血 您今日被马惊绝 可有什么其他感受 就觉得 嗓子有点疼 我家小姐是自有的毛病 这个精诀也是陈科落下的连锁反应 难怪 难怪呀难怪 这脉象如此奇怪 花仙主 这是血须不补 元气大亏 动不动晕倒也十分有可能 需要静静调养 还要扶植以钥匙啊 愿有镇法 书有兵书 刺客被扶 这一桩桩连起来 居然还在给姑装病 县主这脉象 估摸着倒是十分正常啊 一定是听到您来太太高兴了 所以就好了呀 姑看未必 姑倒有一个想法 以姑看来 花仙主这身体啊 实在是没什么问题 而是 心有问题 父皇今日透露 想为你许婚给大皇兄的意思 可是你一出宫 就被大皇兄的金马给吓晕了 莫不是故意装病 是不想嫁给大皇兄 是是是 不想不想不想 怎么会不想呢 我就谁 一起去捅 speaking 他就在没有 说 Al 嫁谁都可以 鹰王爷有很多优点啊 例如 他很自信 还有 自信 他特别自信 臣女就喜欢 自信的男人 所以 你当真要嫁给他 陛下都已经下旨了 臣女自然要奉命行事 只是臣女这身体 还需要再休养一些时日 所以 好 那姑 就不打扰花县主休养了 雨衣 我们走 等等 怎么了 那个 还想请雨衣大人留步 我府上的管事送书 之前在战场上曾受过重伤 如今雨衣来到家中 还想劳烦江雨衣 帮她看看 至于太子殿下 臣女就不多留了 毕竟臣女的府上 能招待太子殿下的 就只有烤饼 还请太子殿下 莫要介怀